大家好,我是爱八卦,爱爆料的金牌小仙女 大一哥朱之文的儿子朱善伟结婚的消息可以说是引发了网络热议 毕竟谁都没想到大一哥的儿媳妇不仅颜值高,学历高,而且家世还挺好 找到这样的儿媳妇,估计大一哥全家做梦都会笑醒吧 有人称媳妇是大学本科毕业,嫁给了十多岁就出了学的大一哥儿子 要是有共同语言,那还真是奇葩了 女方家里又有钱又有厂,又是本科学历,又有稳定的工作 她却能找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还全靠自己的爸爸演出挣钱的这么一个男人 很多网友在网上质问她到底看上了什么呢 但不管怎么说呀,现如今的陈亚男也是借着大一哥的东风成为了当地人尽皆知的大网红 而且获得的关注度一点都不比大一哥的家人们差多少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有具体的指标可以衡量的 据大一哥称,儿媳妇陈亚男光是结婚那天,她的网络账号就涨粉高达35万 而且儿子儿媳妇结婚有关的视频,播放量就高达一个亿 这可都是穿了纪录了 所以说呀,很多人都觉得是男方占了女方的便宜 殊不知光是这种大明星的待遇,不知道是多少女孩子所向往的 毕竟在县城能有这样的待遇,那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 光是长了这么多的粉丝,以后随便做点什么,那都是一如反掌的事情了 当然了,不管大家怎么说,大家怎么想,有一个前提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朱之文没有出名,他与他家的情况啊 村里的普通女孩都瞧不上他家,镇上的首富都不会多看他家一眼 其实这也算门当户对 大一个儿子找一个,当地人结婚其实也不错 儿子脚踏实地,只是老父亲太厉害了,所以显得儿子有一些平庸罢了 当然女方家也是当地的富豪,也绝不是高憨 现在新娘感受到了非常大的荣光,相信她自己也是觉得很幸福吧 现在新娘感受到了非常大的荣光,相信她也不太厉害了,她也不太厉害了